末日来了,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群里哭爹喊娘,想找人要物资 谁也不敢开门 群里出了个圣母,骂我们是一群冷血动物 他开了门,然后,就没然后了 强烈谴责太阳国排放核污水 凭什么一个国家的错误要让全世界人买单 抢炎行动开始,时隔几年再次进线抢炎炒 在太阳国核污染水排海行动开始的时候 全世界掀起一片强烈的谴责 热搜上挂的全都是相关内容 作为经历过非典、疫情 具有强烈危机意识的华国人立刻开启了囤积物资模式 我刷着手机,听同事们讨论 以后不会再吃太阳国的东西,少吃海鲜 心里也觉得下班得去超市囤点盐 虽然囤盐这个行为有点傻 但机翼里就有种声音告诉我该囤点东西 一下班,超市居然被挤满了 大家都在抢购海鲜和盐 趁着现在没被污染,赶紧多吃点,就怕到时候吃不到 是的,真该死这太阳国 听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 我归是神差的买了只波士顿龙虾 又陆续买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回到家,看到新闻里发布的最新消息 国家已经关闭了太阳国往华国出口视频的海关 心里生起安全感 三年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大家提起的吸引子放下了 不过海关还是抓得很严 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年,8月24号晚上8点 我像往常一样下班躺在沙发上刷抖音 忽然跳出来一则新闻 近期,在一个月内出现五起移民失踪案 目前正在调查中 我好奇点进去看详细内容 新闻里报道,渔民都是在安全海里出的事 怪事,短短一个月居然发生五起 接着,又刷到一个视频 连海地区居民家中发现大量不明营业 肉类食物上有多处怪异齿痕 怎么都是靠海的地方出事 我开始搜索起相关的话题 发现有很多人都上传了一些视频 有人在海滩上度假 发现海里的鱼变得奇形怪状 是从来没见过的品种 还有的人居然看见一只独眼猫 一个脑袋上只有一只硕大的眼睛 全黑色 这啥情况啊 忽然发现这么多性情物种 是不是哪国又在搞什么研究了 很有可能 毕竟米国从来就没消停过 论坛里,大家七嘴八舌的发表想法 我刷着,刷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过来再看头条 已经被太阳国刷平了 三年前喝下河水的太阳国高层惨死家中 疑似坏上不明病因 太阳国高层家中变异 咬死家中所有人口,无意生还 我皱着没看打马的报道 依稀能看见对方的惨状 全身长满脑 无论是手指还是脚趾 都是长出长长的黄色指甲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就连被他咬死的家人 皮肤也开始迅速变化 根本不像是正常尸体变化的状态 我把视频分享给发小周琳 担心道 这怎么看着这么像传染病 还是变异传染 周琳却不以为一表示道 对于我这种人 穷才是最致命的 反正也波及不到我们头上 话虽然这么说 可当年的疫情 大家不也都是这么想的吗 事出反必有妖 我总觉得不大对劲 近期发生的怪事太多了 还是小心尾上 要不开始囤点东西吧 我忍不住提醒道 能有啥事 之前也说会很严重 现在不是什么事也没有 能上多条的 都是全世界发生的怪事 大家会觉得很凑巧了 别想太多 看劝不动周琳 我只好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了 我在一个18线小城市 这里从来没发生过什么大的贫载 除了房价离极高这点 是个很适合养老的城市 我用存的钱 买了最实惠最便宜的米年粮油 塞满了我的武林红光小便车 搬完这些到7楼 我已经摊在地垫上 不会动了 为了省房租 我住在离公司不远的小区 在7楼 两室一厅70多平 安保很不错 周围邻居也不难相处 不吵闹 是个老小区 中年人居多 也有像我一样租在这里的 至于原来的房东们 当然是搬到更新更好的地段去了 正当我吸完汗 准备去洗澡的时候 微信响了 我妈给我发了条消息 单单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紧接着一段视频发过来 我点开一看 头皮发麻 视频里是一只狗 刚刚出生的小狗 可它有三个头 就像西方神话里的地狱恶犬 但更为怪异 三个头各不相同 中间那只头被巨大毒眼沾满 旁边两个头被硕大的嘴沾满 嘴里是密密麻麻的尖刺疗牙 一张一合恐怖肥肠 我在路上看见的 好像是刚生出来 单单我跟你说 我还发现家里的狗 最近很暴躁 动不动就狂叫 吵得我都睡不好 我妈发过来一段长语音 动物的反常 是最能体现有大事发生的 我心里开始坠坠坠 直接打了视频通话给我妈 对面很快接通 妈 最近怪事太多了 你要不过来 跟我待在一起吧 我妈根本不想离开村里 她朋友们都在这 平时上上班重重的自在得很 我不来 我住不惯的 你那小爹的慌 还是家里舒服 去玩了很久 根本打动不了我妈 我只好转移话题 妈 我怀疑最近又有大事发生 就像之前的非典和疫情一样 还可能更严重 你多盆点东西 最好我什么都买了 要也别忘了 这次我妈没拒绝 这三层楼能放很多东西 当初我和你爸 还专门在家里打了地角 里面还有很多存粮 我再买多点 要是真有什么事 你就赶紧回来 在村里安全点 结束完通话 我看了眼囤的东西 还是觉得不够 不行 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这个东西没涨价 我动用了存款 囤了特别多的矿泉水和干粮 各种药也买了 一直忙活到晚上 看着隔壁的空房间 被我塞得满满的 我这才心安 还好这个小区的人不八卦 一路上也就碰到 保安和林星几个老太太 保安以为我又在搞装修 还笑着给我打招呼 自从搬进这个小区 我的快递就没断过 保安对我大包小包 早就见怪不怪了 晚上继续刷帖 我发现论坛上 已经有人在讨论 近期发生的各种变异生物了 卧室帖也越来越多 你们有没有感觉 最近是有大事发生的征兆 有 必须有 农村里已经出现很多变异怪物了 很多动物都变得很奇怪 我听说有人被咬了之后 没过几天就死了 当初疫情就是这么开始 聪明的人都已经开始囤东西了 你没发现最近股票涨了趋势吗 粮食类的股票一路飙红 这些人可是最灵敏的 反正我已经囤了硬屋子的东西 花了好几万 这年头活下去真难 别说赚钱了 林林后这辈子的主线任务 就是活下去 我总觉得 是太阳国当初排放河水造成的 这是世界级的灾难 反正做好几年的宅家准备 咱们三年疫情 不就是什么过来的 相信华国 看完这些评论 看来华国人真的很敏锐 再过几天我出门继续采购 发现很多商品价格都上涨了 超市里人板为患 我联系我妈 发现她居然连门窗都做了加工处理 专门找人汗了不锈钢 这意识比我到位 在大家都爱出采购的时候 忽然下了一场雨 很多没带伞或者没撑伞习惯的人 直接淋着雨跑回家 作为刚刚洗完头和澡的女生 我是绝不会允许自己被淋湿一点的 过了几天 多人感染不明病因的头条被爆倒出来 据了解 这些患者都有同一个特点 前几天淋了一场雨 专家认为很大程度是这场雨导致的 再过几天 这些患者居然无意例外全都死了 更可怕的是 他们的皮肤开始发黄 指甲变长 就跟太阳国喝下喉水的高层一样 现在这些被感染的尸体 具有高度一变和传染的可能性 为了安全起见 医院上到高层 得到允许统一销毁这些尸体 雨又开始下了 这次是黄色的 带着一股腥臭 事态演变得越来越严重 华国派出精英专家团队 对这些意向进行研究 发现无论是云水 还是云水所进入的水源 都还有大量不明病菌 喝了这些水 或者接触过的 都有异变可能 而变异生物 极有可能是使用了异变食物 或水源导致的 沿海地区作为第一道防线 已经全面沦陷 沃迪记者还调查出 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 偷偷引进太阳国 明明禁止的海产品 加工成猫粮 合成肉等产品 这代表着 沿海扣内也不安全了 华国领导宣布启动 一级响应 小区封禁 村庄封禁 工厂全链停产停工 一时之间 论盘炸了 我的老天 我还没囤东西 这些无良商家 这种钱都赚 小心以后有报应 都是该死的太阳国 以后只要是太阳国的人 建一个打一个 应该永远禁止太阳国的人 到我们这里来 这次管得应该比疫情还谣言 毕竟这么多变异生物 一不小心被咬了 就有变异的可能 谁家有样 我感觉很不舒服 你不会一变了吧 需要给你打点电话 给医院部 现在大家都不能出小区的 说什么的都有 我放下手机 对着门开始皱眉 我囤的东西足够支撑我很久 我必须杜绝外面的一切威胁 我得把门堵住才行 可糟糕的是 我的门是往外开的 但凡来个会开锁的 这还了得 庆庆的是老小区 用的都是很重很厚的防盗门 我找了几根之前养狗的狗绳 先把绳子系在门把手上 再分别把绳子的另一头 系在电视柜 桌子等各种又大又重的东西上 这下外面的人很难开进来了 做完这些 我站到窗户前往外看 外面还在下雨 这几天时不时会下一场 这些都是毒雨 我抱着猫猫 心里很沉重 不知道这样的状态 会持续多久 如果这些毒雨再次升级 具有侵蚀性怎么办 凌晨 我被楼下的尖叫声吵醒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我不敢开窗 手机里一直传来震动的消息 我打开一看 江南春院业主群 人来启动响应的时候 物业第一时间统计了小区里的住户 把所有人都拉进去了 刚刚什么声音 好像就是从一楼传来的 我就听见有窗户被砸破的声音 好像是有什么变异生物进来了 这条信息发出来 就跟扔了颗炸弹一样 大家都开始恐慌起来 天 不愧是变异生物攻击了一楼的住户吧 这天怎么跟丧尸一样 也太恐怖了 有人来管管吗 这要是被咬了 百分之百被死 储比的及时被拉去火化 不及时又是被遗变生物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物业发了通告 近期有一遍生物入侵小区 请各位业主锁好门窗 注意防护 若有突发状况 请联系物业 物业将联系专门人员处理 请各位窃息 这则通告下来 坐实了刚刚那条消息 人人自危 我十分庆幸自己在七楼最顶层 我们这因为有军用机场 城市建筑是限高的 所以大部分楼都不超过十几层 低楼层的业主们慌得不行 连夜开始在家里 找能加工门窗的东西 大概持续了十天 很多人都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 我早上起来打开水 发现水居然变成了黄色 带着点腥臭 物业 一单元302实在没物资了 能不能送点东西来 物业 今天水怎么回事 不会跟雨水一样的情况吧 爱特物业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都在群里好 物业 全体成员 近期所有人不要以用自来水 我们的人人发现 蓄水池里有变异生物 水源已经被严重感染 目前只能用于厕所 一听这话 大家都炸了 有些人没有囤水 这意味着会渴很久 而且水资源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 我看着满屋子的矿泉水 心里没那么慌 但任水管不要再出什么问题 我抱着猫躲在房间里 跟它互相取暖 这时候 宠物比人要更提心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知道老爸当时启动响应之前 就回老家和他会合了 两个人互相照应 情况比城里好很多 连续三天 水的情况都没有变好 在这个时候 物业居然联系不上了 群里久久家的消息 全都是艾特物业的 可没有一条被回复 有一条艾特全体成员的消息 让所有人吐槽的话 都噎在嘴里 物业也全军覆没了 我家刚好对着大门 刚刚用望远镜看了眼 全都是没有意识的变异人 大家要小心了 所有人都傻了 这意味着 这小区现在很危险 有可能这些一遍的物业保安 随时可能会破门而入 一旦被感染 到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变异人 这个小区沦陷是早晚的事 我把所有能堵住门窗的东西 都搬出来了 就连隔壁房间空着的床 也推出去立在门上 繁锁住门 抱着猫缩在床上 尽量忽视心底的恐惧感 群里很多人都在商量 互帮互助 低楼层的往高楼层跑 有的是物资互换 大家决定一起抗争到底 也有的人没有物资了 想跑到那些 之前被一遍生物攻击后 被带走的人家里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没有人 里面肯定有物资 但有的人运气不好 碰上变异人 被感染了 救救我 谁有药 我需要药 我没被感染 我只是有点小感冒 救命 开开门 谁能给我点水 我要被渴死了 敲门声自下而上 此起彼伏 谁也不敢开门 大家缩在家里装死 这时候谁开门 谁就是找死 群里还真有个不怕死的 看头像是个动漫人物 很可爱的女孩头像 他们好可怜 我这有药 我要不开门 从门缝里扔出去 应该没什么事 像你这样 大家都不用火了 说完之后 还拍了张照片发群里 他把门开了条缝 过了几分钟 有人爱特他 问什么情况 怎么样了 没有人回复 过了一个小时 还是没有人回复 大家这下心知肚明 也不再问了 我摇头感叹 这年代看来 哪里都不缺胜这个角色 反正要我 我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 网上越来越多的求助体发出 不止我们一个小区 遇到这种情况 很多城市都这样了 华国即使有了疫情的经验 但对于这种全方位 感染变异的情况 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以至于防御系统 根本忙不过来 层层响应 也不能有效 遏制最坏的情况发生 在没有彻底解决 跟人性问题的情况下 大家只能自求多福 太阳国的人 基本都被感染完了 我在太阳国 就说大使馆追着我 美国这边也下毒雨了 美国高层疯了 他们提出垃圾清除计划 只要不是中产阶级 他们根本不管 所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都迁移到了一个 之前就建好的避难乐园里 而中产阶级以下的人 就随便感染 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直接发射武器 全部歼灭 到时候再重建城市 这就是他们的对策 我是俄国的 就说我们高层和华国 已经联动 双方一起讨论对策 我相信国家和华国 就像当年疫情一样 我们一定能够度过的 全世界都乱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灾难 这是末世 属于人类的浩劫 太阳国终将沦为 历史的千古罪人 就这样又过了三个月 人性的阴暗开始暴露出来 学历的人已经不怎么讲话了 大家都在互相猜忌 物资有限 特别是低楼层 跑到高楼层家里的人 毕竟不是一家人 大家都有小心思 这种心思 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 尤其突出 为了争一口吃的和喝的 他们举起了砍向对方的屠刀 有些人不是被感染的 而是被邻居杀死的 还有的人直接冲进别人家里 抢掠物资 原性在绝境中 千万不要对他抱有一丝侥幸 惊视他 美化他 以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着群里那些抢国者 特意拍下来的续星视频 我浑身麻木 正准备退出群的时候 忽然有一条添加好友记录 记录里附在一条信息 你是哪单位哪层楼的 为什么一直不说话 你是不是有好东西 一连串的问题 带着满满恶意 我心里咯噔一下 手开始颤抖 要轮到我了 我一下从床上站起来 腿有点发软 心里慌得不行 要是对方是个男的怎么办 我一个女的力气上肯定比不过 他如果冲过门怎么办 我焦急的在房间里躲步 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咚咚咚 剧烈的砸门声响起 有人吗 开门 我吃了没了 借一点给我 是个男人 声音很粗 话语中带着得意和不客气 这人绝不可能是贱 他是来抢的 我的心跌落谷底 光个脚跑到厨房两只手中拿着刀 一把长水果刀 一把菜刀 我很害怕 但不得不强制镇定 死死咬住唇 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 开门 我知道有人在里面 别逼我砸门 我刚刚才杀完一架 你要是不是像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方威胁道 砸门的力道更大了 门把手疯狂被转动 系着狗绳的柜子 也被扯得开始晃动 还好我吸得多 他开不了门 过了一会 动静没了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门侧耳听 想确认对方有没有离开 哼 一声巨响 外面的门把手被砸下来了 露出一个洞 我看到一双充满红穴色的眼睛 透过洞口对我宁笑道 你完了 他把门从外面打开 想要进来 还好我之前把床绳的堵在门口 即使开了门 他暂时也只能 看尽小半个身体 赶紧把东西移开 我可以不杀你 他脸上带着一种暧昧的扭曲 说出来的话让我作物 我颤抖着手 死死握住刀 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就会冲进来抢夺东西 对付嚣张的面孔 可能会侵犯我 或者杀我 杀了他 这种时候你能不软弱 不要害怕 杀了他 何单 我心里忽然生起一丝勇气 带着反击得誓死如归 现在是末世 不是和平年代 我现在要做的是活下去 我可以不去欺害别人 但前提是 别人可能来侵犯我 侵我者 朱芝 想明白之后 我提起刀向他靠近 你想干什么 看着半年身子的男人 见我一脸平静地朝他走去 意识到不对 可他还是不相信 看着这么柔弱的 我会做出什么反抗的举动 怎么 拿把刀就想学别人杀人 看看自己的胳膊多戏吧 你们这群女人之前 不是天天养着减肥 追求白幽兽吗 现在还敢杀人 见你屎的胆子也不敢 我没听他的窝言慧语 举起菜刀 就往他胳膊砍去 一刀 两刀 三刀 鲜血溅在我的脸上 温热中带着股腥味 啊 你这贱女人 男人吃痛 整个人往后撤 他捂着肺了的胳膊 异常愤恨 严厉的恶意 几乎凝结成实质 他还想再往里冲 我固执地双手举起刀 等着他 心里充满了力量 为了活命 我不能退缩 你等着 知道我不好惹 男一时之间退缩了 跌跌撞撞地往楼下跑 人就是这样 欺缘怕硬 还没等我感叹 就听见一声惨叫 是那个男人的 我不敢下去查看 连忙收拾烂摊子 门已经锁不上了 我只好找来绳子 从门锁洞里穿过去 系在客厅的窗户栏杆上 又找了件衣服堵住那个小洞 费力地把衣柜 推到门口加固堵住 做完这些的我 大汗淋漓 一种劫后余生的后怕感 让我抱住猫猫 痛哭出声 这是我第一次伤人 也是我第一次 直面如此大的恶意 很恐怖 很无助 或是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 他考验的 不仅仅是生存技能 还有人心 在后面的一个月里 我的门被陆续敲醒 有不怀好意的人 也有无意识的变异人 我把房门反锁 抱着猫坐在床底的角落 静静地等待声音平息 之前闹的大动静 有住户都听到了 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 所以即使我的门关着 也没敢冒然破门 如果打开门里面有个变异人 对他们来说更危险 我爸妈那边也遇到了坏情况 重村的单身汉半夜 想砸破窗户 从窗户里爬进我家偷东西 被我爸发现打跑了 我给他们发消息 让他们注意安全 这个时候 也只能靠电话和消息 来彼此鼓励 单单 你不用担心我们 你那边吃的还够吗 有没有什么危险 我没事 妈 这边吃的够我撑很久 而且我这小区安保很好 根本不用担心 我像往常一样 报喜不报忧 尽量表现个自然 安抚好爸妈后 我挂上电话刷微博 南城宏远小区停电停望 谁都爱救救我们 铁不是一个月前的 北城整个省都停电了 我用仅剩1%的电发求助铁 沿海地区发现新型变异怪物 海鱼竞长了四条腿登陆岸上 变异人的攻击性降落 主要根源在于感染 注意防护 绝望 我们整个小区就剩我一个活人了 我的门要快破了 一股绝望的气息 弥漫了整个网络 现在这么多地方 都停电停水断网了 我们这个小区还能幸免吗 这里还没断电 我把所有的充电宝和电器 全部充满电 又在手机电脑平板里 下载了很多电影小说 开始报复性上网 作为网络充浪达人 很难想象 没有手机的日子是有多绝望 凌晨3点 我登不上网络了 我爬起来开灯 灯也没有任何反应 果然 虽迟但到 现在停电断网了 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睡意 抱着猫靠在床上看小说 戏里的警戒比往常重得多 黑暗又会给人增添一种恐慌感 咯吱咯吱 朦胧间 我听见一阵妈撒声 声音是从厨房传来的 有什么东西在啃咬 我的心再一次提起 我拿出之前准备的大便筒 带上猫 去厨房查看情况 声音是从水管里传来的 咯吱咯吱的啃咬声 变得更加清晰 我根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吓得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确定 是不是有什么一变生物在里面 可能顺着管道爬过来的 不能坐以待地 我跑到房间胡乱翻找 企图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一阵翻找过后 还真让我找到了 我在超市买的捕兽龙 还不止一个 我惊喜万分的 把它放在水管正下方 在周围也放置了好几个 不管有没有用 我把蟑螂药老鼠药 撒满了厨房的地上 就算毒不死 也至少能让我心安不少 死死关注厨房的门 打锁住之后 我认真听着里面的动静 咯吱咯吱 持续了半小时左右 通通 一声巨响 之后是剧烈的频繁撞击声 捕兽龙起作用了 我没有第一时间进去查看 反而回了卧室 等到第二天早上 天亮之后再次来到厨房 里面很安静 我小心翼翼地开了一条门缝 透过门缝观察地面 一层厚厚的老鼠腰 并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 也就是说 变异生物并没有落地 这次我才敢把门开大一点 捕兽龙里关了一只东西 我从来没见过的诡异生物 一条细长的蚯蚓 但大小 由我半只胳膊那么粗长 上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疗牙 光是看一眼 我就起了全身的鸡皮疡胆 武射龙里的夹子 硬生生把它夹成了两半 新臭的浓房液体 留在水池里 经过一夜的挣扎 它已经没什么火力了 满身的小嘴在一张一盒 吞着不明营业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我拿了一包盐 全部撒在那只变异怪物身上 觉得不够 又里面加了两包老鼠药 之后关上门没再管 就让它自生自孽好了 反正也出不来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和这些变异物种 有任何接触 不然神兽感染的都不知道 我继续和猫窝在卧室里 这下我想上网查看大家的近况 和华国的相应政策都不行了 要不就乖乖等个挥铺电荷网 要不出去闯一下寻找大部队 但对于我来说 只要必备食物充足 把死我也不可能出去 留在家里活着的时间 可别出去久多了 之后的日子 我出了上厕所 一般不会出房门 毒雨依旧在下 为了防止毒雨和变异生物的入侵 我从来就没开过窗户 这导致屋里的空气 得不到很好的流通 加上猫猫拉的粪便 被我用袋子封存 除了房间里稍微好点 客厅的味道真的一言难尽 咚咚咚 敲击声响起 我已经变得草木皆兵 紧张得竖起耳朵 这次声音是从客厅的窗户外传来的 我打开房门望去 一只奇怪的鸟 正在攻击我的窗户 鸟的体型并不大 但他头上有五只眼睛 在昏暗的傍晚闪着红光 身体上还长了一张巨型尖嘴 正在啄我的窗户 咚咚咚 二十分钟左右 窗户有了裂痕 完了 如果窗户破了 我这间房子的危险系数将会大大提高 我冲进屋里 翻出之前特意在网上定制的防护服 戴上前男友的摩托头盔 我准备把怪鸟放进来 即使它的危险系数很高 但为了保护 窗户我必须这么做 我用亮衣杆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捕鸟器 准备放手一搏 在怪鸟用一个冲刺下 我打开了窗户 失去阻力 它一个俯冲没杀住车撞到的墙壁上 我眼截手快地用简易捕鸟器按住它 再把放在一边的捕兽笼罩住 捕兽笼彻底合上 我高高提起的心刚要放下 就看见猫猫对着我背后一跃 我惊骇地往背后看去 又一只怪鸟从窗户外俯冲进来 想袭击我 猫猫敏锐地冲上前去 跟那只怪鸟缠斗 它用自己的牙齿 死死咬住那只怪鸟脖梗 可怪鸟身上的聚会 像长了眼睛一样 狠狠戳进猫猫的肚子上 犹如尖锐的力气 划破了它的肚子 鲜血一滴一滴流在地板上 电光火时之间 猫猫最后看了我一眼 叼着那只怪鸟 用最后的力气高高跃起 越过窗户跳下了楼 猫猫 这是我自从漠视 第一次探出窗户 我伤心的嘶吼 猫猫用它的生命捍卫了我 它躺在楼下 鲜血淋漓 楼下是密密麻麻的残骸 整个小区一片死寂 我关上窗户 气不成声 只是我再次感到绝望 悲痛欲绝 猫猫作为我的伙伴和精神支柱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五年 从一只孱弱的小病猫 被我养成了傲娇年人的猫主子 我被现实的残酷击溃 我还要继续坚持吗 干脆自杀算了 总觉得死是迟早的事 你个懦夫 我接着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痛斥自己 猫猫用命换来的生存希望 是我能用来自暴自弃的吗 我不仅不能自杀 还要尽我所能活下去 随手用衣袖擦擦眼泪 我爬起来把唯一的床拆成木板 把这些木板镶嵌在窗户上 接着我又里外加过了整个房子 再次坐在房间的地垫上 我环抱住自己 静 很静 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 如潮水般袭卷而来 就这样 浑浑噩噩噩又过了一年 为了省电 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开手机了 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发呆 熟识查看 有什么变异生物进来没有 这一年以来 我又陆续解决了 很多诡异的变异怪物 客厅已经不堪入幕了 我把所有能堵住门的东西 都转移到了房间里 实过还有一些 可水已经要没了 不管我多节约 也只剩下三瓶五百毫升的矿泉水了 没有水就不能煮饭 我已经搅了有一个月的生命了 死亡 好像如期而至 啪哒 已经一年没用的电灯忽然打开 我变得迟缓的大脑 过了足足一分钟才反应过来 来电了 本来应该笑的 我对着面前的镜子 扯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 打开手机 汪汪 熟悉的震动声传来 我的手机一直响不不停 直到十分钟后才停下来 我激动的手抖的跟帕金森一样 微信和各种推送消息久久加 在华国不断的努力下 终于把电力和网络都恢复了 最新消息 所有幸存者都下载 在华国制作的幸存者ad 登记相关信息 政府会安排人员上门统一安置 请各位拱包继续坚持住 家园重建计划启动 华国将全面推进各项方针 清除变异生物 消灭变异人 统筹兼顾幸存者安置问题 共建博士美好家园 看到这些消息 眼泪不自觉地往外流 这就是华国 我的坚持是没有错的 猫猫的牺牲也不是白费的 我接着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没人接听 内心一片荒凉 不安感言闹着我 我又拨通了老爸的电话 还是没人接 我喉咙发痒 机遇呕吐 000零 我按下接听见 喂 单单 是你吗 我爸的声音 我一下子站起来 急促地问道 爸 你和妈还好吗 怎么刚刚没接电话 你妈最近有点感冒 我刚刚在照顾她 这个长时间 我们的粮食充足 就是村里人死了大半 还有的人跟风味一样抢东西 我和你留出一合计 让他们一家搬到我们家来了 我们一起打死很多怪物 也击退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现在我们都住在三楼的阁楼上 这里很安全 那就好 那就好 没事就好 我激动地来回转圈 对了 爸你们记得下载幸存者 App登记起来 到时候政府有人会安排我们的 你们再等一段时间 我提醒他们 Dark怎么下载啊 在电话里 很难叫一群 不怎么熟悉手机的人操作 我急得像肉锅上的蚂蚁 叔 我会 我给你们下载 让单单姐不用担心我们 一个轻量的男生 从电话那头传来 是刘叔的儿子 当时从外地休假回来 正好就在一起了 我提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挂完电话开始下载 App登记信息 再等等 等政府的人上门来就好了 我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 过了一个星期 我的水还剩下一瓶 迟迟没有工作人员上门 我开始慌了 拨通市长热线 一直处于战线状态 拨打给应急局 也是无人接听 店主群又开始陆续有人发消息了 还有人活着吗 三栋一单元505还活着 不过我吃了已经要没了 四栋二单元603也还有人 六栋四单元717有人 有一个人开了头 其他人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看着小区里还有同胞还活着 我心里生起一股暖流 说不上什么感受 即便经历了人性的黑暗 但有人活着还是很好的现象 现在外面已经没有那么危险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划过的 一遍怪物清除计划见效了 一遍怪物攻击事件变少了 数量也没多少了 至少我们小区没刚开始那么危险 我们要不要集合起来 一起等待救援 一个人提出这个提议 把热闹的群又给弄冷了 梁九终于出现了一条回复 我同意 政府已经有可靠的计划了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 一定能迎来新的曙光 这句话就像黑暗中燃起的火光 纷纷点燃了大家心中熄灭的火把 我同意 我也同意 越来越多的人同意 我犹豫片刻 看了眼手里唯一的矿泉水 咽了咽口水 等待政府救援不知道还要多久 现在的我已经不能一个人坚持下去了 只有和大部队一起 才有生的希望 我选择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相信这些人是好人 相信他们没有欺骗我 我也跟着发了条消息 我同意 我用行李箱把仅剩的食物一收好 去十一栋集合 一路上死死捏住手里的刀 索性没有碰到什么异变生物 等我赶到的时候 已经有三个人等在那了 一对中年夫妻带着个女儿 大家都变黄继瘦的 看起来饿了很久 你是第一个道的 进来吧 中年男人开口道 走进房子 我被里面的场景震撼到了 满屋子全是矿泉水 他们家房子很大 足足有三百多坪 我之前就是搞矿泉水经销的 这房子是我特意打通两套做的 男人看出我眼里的惊讶 我甜甜干嘛的嘴 心里想喝水的欲望 怎么也止不住 我可以跟你们换水吗 我有米 当然可以 我们水很多 就是吃得少 我把米交给他们换了水 光光光一通灌 一停水下去 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后面陆续有人到了 整个小区居然只凑满二十个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被救的希望 大家的善意直达到了顶峰 所有人一合计 打算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物资拿出来 作为共同物资 每人每天都能分配到食物和水 能再支撑一个月 大家都拿出了擅长的本事 会做饭的做饭 洗碗的洗碗 打扫卫生 维修房子 一通忙活下来 干净了不少 我们很久以来 第一次吃上了热乎的饭 内流满面 人多力量大 真的没错 大家对活下来的信心 史无前例的大 在半个月后 救援声响起 幸存者可以出来了 急救小组已经清理完现场 可以安全离开 广播声一直在播报 我们二十几个人互相拥抱着 手牵手一起出了小区 阳光洒在身上 刺眼又温暖 我们的国家来救我们了 我们的政府来救我们了 被安置到统一建设的救助园区 我成功和爸妈会合 爸爸居然没受 感到泡了不少 妈妈倒是受了一大圈 三丹 你怎么受了那么多 妈妈粗糙的手 抹扎着我的脸庞 胃流满面 我摇摇头 没说话 紧紧地抱住他们 绝境逢生的喜悦感 和末世重建的悲凉感 涌上心头 我们都微微颤抖 十几亿的人口 已经锐减到了几亿 太阳国已经被变异物种湮灭 污染的海水上涌 淹没了好几个岛国 他们被尘封进海里 尘封进历史 毒雨没有消失 变异物种也还存在 两年的时间 华国连同其他国家 一起研制出了 抵抗感染病菌的疫苗 7月18日凌晨3点 全世界都在恍惚 涌罩在众人心中的阴霾 终于散去一些 再一年 变异物种基本消灭 幸存者们 投入到重建计划中 我看着卖力建造的众人 边加工手上的零件 边对妈妈说 妈 你看 过不久就会重新亮起灯来了 赶紧的楼房又会重新出现 我妈咪着眼 同样望向前方 细细的鱼尾纹理 是掩不住的高兴 是啊 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